曾说过要爱哪一辈子,模特儿老公惊传偷吃,艾莎心碎签字离婚。 日籍艺人艾莎来台发展多年,2016年时与交往多年的南模周明府、豆腐、登记结婚,并在台北、冲绳两地举办婚宴,当时邀请了许多艺人朋友同欢,场面相当浩大。 而在婚后,艾莎和老公也经常在脸书上放闪,甜蜜的婚姻生活让人相当撑现,然而日前却被目击两人出现在护证事务所办理离婚手续,而离婚的主要原因居然是周明府偷吃。 艾莎和周明府的相识员与脚踏车活动,过去她曾坦言自己第一眼见到对方时并不来电,不过有次夜期时她因担心自己的技术跟不上其他车有因此相当害怕, 而周明府见状立刻起到她身边贴心地说,奶不用害怕,我会保护奶,让她相当讶异,也开始对这个人有了好印象。 周明府也透露,在参加了几次脚踏车聚会后,她发现艾莎虽然是个大明星但没有距离感,因此渐渐对她产生好感,因而展开追求,而两人的感情发展也相当顺利, 在交往二周年时一起到冲绳度假,当时周明府就筹配了一连串的求婚计划,当时的艾莎也在脸书甜蜜分享喜讯,大放告白谢谢你这么疼我,这么爱我。 字字句句都能感觉到她沉溺在幸福的喜悦当中。 婚后的艾莎和周明府也相当幸福,艾莎多次透露老公对她相当照顾,贴心,如去年她忙着拍摄新歌MV,回到家就看到老公亲手煮了两捆姜茶在等她,让她相当感动。 过去在场节目时,小哑口也坦言彼此生活有不少的摩擦,但大多数都是些小事,且周明府也很会哄爱莎,因此这些事情对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太大影响。 对老公有十足信任感的爱莎,也透露自己不是个会看对方手机查勤的个性,她认为偷看另一半手机是觉得自己不够好,双方都失去信任,更说,我不会监视任何人的行为,怀疑人很累。 然而任谁也没想到,曾在脸书大方向老婆告白,遇见奶很幸福,娶到奶很幸福,就让我们一直爱下去。 的周明府最后居然会以偷吃来为这段婚姻画下据点,也深深伤害了爱莎对她的信任。 据悉,两个月前,爱莎发现老公跟一个女性有人互动相当暧昧,她虽然信任老公却也不希望有所误会,逼问指下周明府坦诚外遇劈腿,让她拿过道情绪崩溃,而天蝎座的她也快刀斩乱马决定离婚,并在脸书伤心写道,没有想过我的婚姻里面有不忠诚。 而周明府则透过经纪人回应在这段婚姻中没有让爱莎快乐我很自责,对于女方的说法我完全尊重,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。 天啊!完全没想到爱莎的老公会劈腿偷吃,两人的感情明明一直都是甜蜜蜜的啊。 希望爱莎能早日走出情商,重拾甜美笑容。 来源自Facebook 往下看更多精彩内容,一个赞捐一元,受请霸气捐9.6万,厨房若是还同过好年,也得到一个最有意义的生日愿望。 网络的发达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,许多人也喜欢透过网络来举办些有趣的活动,如曾有新郎去迎娶新娘过午观时,就被要求得要PO文累积一万个赞才算过关。 而有些人也会在另一半生日,或是一些特殊节日PO文表示,要以赞述的当作红包金额,不仅过程有趣,也积极让网友们能沾沾喜气。 不过日前有网友的赞述可是相当有意义,因为这是他的生日愿望,且愿望的受贿者还不是自己。 多数人的生日愿望不外乎能吃顿大餐或是买个自己喜欢的东西,然而陈先生的生日愿望很不一样。 他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发文表示,今年过年他在网络上看到许多人都用赞述来包红包给家人。 因此他决定从一分之二文章发布开始到自己二分之二生日凌晨为止,在这段时间内的PO文能获得多少个赞,他就签出多少钱来帮助弱势孩童,当作自己今年的生日愿望, 即此机会替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发发声,每个月省下几百块就可以帮助一个小孩,让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也可以过好年。 截止时,这则篇文总共有4.6万个赞,共计4万6千元,后来陈先生又加码,每个赞再多一元,原本应该是9万2千元, 但他误算成9万6千元也豪气地将错就错,分别在2月1日先捐出6万6千6百元给台南加福中心, 以及2月11日捐出3万元给台东基督教阿尼瑟福儿童之家,并于公开捐款收据佐证。 而在接受媒体访问时,陈先生也低调表示,自己平常就有捐款的习惯, 今年生日本来想吃生日大餐,但后来决定做件回馈社会的事情,才会想到用赞数来捐款,也让他今年的生日过得更有意义。 这真的是最有意义的一份生日礼物了。 谁说生日一定要吃大餐买些喜欢的东西,像这样做做好事让自己过得意义非凡的生日,也是相当棒的一件事呢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